我是辛雅,欢迎来到辛雅的私房烘焙客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不锈钢的材质 不锈钢的材质它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分成四种 一一跟各位介绍一下 有201的材质 你看201大部分会用来做这种铁杆子 它成本比较低廉 所以是201 201我们吸看看,用磁性给它吸看看 它是吸不住的哦 201材质它会吸不住 好,那还有呢 还有呢,304材质 304材质它是弱磁性 那我们看一下哦 你看它会吸得住 但是它的磁性其实很弱 这个外面的这个,那个陶瓷杯的外面是304的材质 你看它的磁力其实蛮弱 但是还可以吸得住 这是304材质 那还有医疗级的316的材质 316的材质它的特性是吸不住的哦 它没有磁性 没有磁性它会直接滑下来 好,你看这个陶瓷杯的内内盖里面啊 它也是316的材质哦 是吸不住的哦 那还有一个材质呢 是430的材质 430你看430的材质它很容易就能够吸得住 430是唯一一种它可以有磁性可以吸得住 而且很强的磁性的 但是它用久了也会生锈 你看这是430的材质 它吸力很强哦 你看用久了它也会生锈哦 这是430材质 所以我们可以用磁铁来判断 它可不可以吸得住 它可以吸得住的是 我们再复习一下 304的材质 它有弱磁性可以吸得住 316也是 它是医疗级的 它是没有磁性的哦 所以一般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是 304跟316 要记得如果说你们要测试316 你用磁铁去吸它 它本身就是吸不住了 因为它是没有磁性的 好,那这柱质 铸铁锅就不用讲了 铸铁锅它是铁座 一定都吸得住 好,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 一些常见的不锈钢的4种材质 之后我们会附上 后面会附上一张表 跟大家介绍说 为什么它吸得住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我会做一张很详细的表 来跟大家解说 拜拜,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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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